我从小到大很喜欢演讲的 所以我觉得以后当DJ很不错 大学要读什么才可以当DJ 我才不像你 我是静静做东西不讲话的 我觉得这个实验室的环境应该不错的 哇 你们就好了 我到现在 对不起我自己是要读什么 为了要做什么的 你好 我是Tino学长 你有没有遇过开场的这样情况呢 但一些同学很了解自己 未来要走的路也很明确 但是有些同学对自己是一知半解的 有的 可是整个人就很lost 所以要上大学了 也很难选择自己想要拿的科系 第二集 不论你是哪种状态 今天 Tino学长要透过 讲解上一期 视频里面有提到过的 MBTI职业测试 帮助你挖掘 看不到自己的那一面 开启自我的认知之旅 让你接下来在未来走的每一步 都是碎碎美美的 MBTI职业测试呢 其实是全球最流行的职业人格评估测试 它要把人们分为16种心理类型 像是INFP 知性特质的哲学加行 ENTP 推陈初心的发明加行等等 但是等一下 有没有发现前面的英文字母听了 好像很混乱这样子 其实这就是这个测试的重点了 MBTI职业测试 用了四个心理维度来分析 并且用不同的英文字母来代表 第一个维度测试 就是你的动力和精力来源 用E 外向和I 内向来作为代表 外向的人就会把注意力和精力投注在外 而内向的人则是比较关注自己内心的世界 像S 感觉跟N 直觉 就是第二个维度的测试了 那到底你是怎样收集信息的呢 S 感觉型的人通常是相信五官的所见所闻 而直觉型的人是跟着感觉走的 比方说你感觉型通常会仔细看完一大本说明书 然后再动手去装电器 但直觉型的人就会先尝试做了再打算了 至于代表第三个维度的测试 P 意思就是思考 F 和情感 那就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会用的方式 是根据你客观逻辑事实 还是通过内心的感受 以及人情味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对错呢 最后一个维度的测试就是生活处事方式了 以 J 判断和 P 之学代表 那简单来讲测试中有 J 的人会比较果断还有规律 P 则是比较喜欢以变化随性的方式生活来处事 这四个维度量量组合就会出现16种性格了 透过这个测试每个人的维度比重都不同 这就是可以更精准地了解自己的性格 职业测试特长如何匹配 选科系也会比较容易一点的 所以现在Dino学长陪你一起来完成 这个 MBTI 职业测试 预计会用上10到15分钟的时间 那你可以先暂停这支影片 点击一下链接 耐心回答完毕 那之后再回来 Dino学长会继续跟你讲解 测试结果 3 2 1 开始咯 相信同学都已经有分析结果了 那我先说说性格中里面有SJ型的同学 那你们是那种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 同时很讲究规则 忠诚 尊重权威 也会被一种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强烈动机驱使 可能呢 你现在感觉不到啦 可是你长大一点之后你会发现 好像会被政府部门或者是军事事务吸引的 像是执政过41位的美国总统 就有20位是SJ型的 像是乔治不审 George Birch 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等等 说不定有SJ型的你 会是下一个改变国家的重要人物了 那至于SP型的同学呢 你们可能是天才的艺术家 这类型的同学呢 往往有冒险的精神 反应非常地灵敏 那在任何要求技巧性的领域中呢 对你来说 就是 sup sub我的啦 大约有60%左右的SP偏好的人呢 是喜欢艺术 娱乐 体育和文学 也会很享受生活的 像你们这种熟悉YouTuber 布莱绅 Bryson 欧阳娜娜 GD等等 都是具有强烈的SP性格特点的例子来的 所以不要浪费你们与生俱来的天分 那接下来 有NF型的同学 那所有的类类当中呢 你们是最浪漫的一群人 那他们是理想主义者 或者是精神领袖 很渴望浪漫而失忆的生活 PNF型的同学呢 比较善于辩论 充满活力 有感染力 能够影响激励 帮助到别人进步还有成长 那有一半的人呢 他们都是在教育界 文学界 宗教界 资讯界 心理学界等等的行业 都有非凡的成就 比方说 筷子的老高 小莫 还有优质 男孩 王俊凯等等呢 他们都是属于NF型的 最后有NT型的同学就要看过来了 这一类的同学呢 可以说是躺在科学家 或者是思想家的摇篮上哦 那NT偏爱的人呢 天生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 喜欢创造 观察 吸收新知识 和分析解决问题 那大多数NT型的人呢 喜欢物理 研究 管理 电脑 法律 金融 工程等等 比较理论 还有技术的工作啦 那像是脸书的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就是NT独立自主的专家型呢 那如果你是 INTJ型的同学 哇 恭喜你了 因为这种人格型呢 是最少的 只占人口的比例了大约1% 那其他NT类型的人物呢 还有微软公司的创办人 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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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又是属于哪一种人格类型的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Dino学长 陪你一起成长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